第1611集 这团魔器只是一个卷洞 就到了韩丽等人刚才飞出的山头处 然后摩西一宁 立刻幻化出一名白甲老者来 此老者投身短脚 面容依稀和那名被韩丽击杀的魔族有几分相像 竟是一名合体期的高阶魔族 他此刻一脸焦虑 在身形现出的瞬间 就化为一道白光射入了隐蔽通道中 但只是几个呼吸的功夫 他就从地下传出一声悲痛之极的吼声 接着白光一闪 那老者再次从地下击射而出 一个闪动就默然出现在了小山顶部 并且双目冒火地向四周飞快的一扫 竟然敢伤我爱孙的性命 哪怕你跑到天涯海角 本尊也一定要将你碎石万段 找到了 应该是这个方向没错 白甲老者请客间就找出了 韩丽等人离开的方向 口中一声低吼 体表魔气一冒 就再次化为了一股黑云 老者默然一拍腰间 一声清明 从中飞出了一团黑光 一颤之下就化为一只体长石杖的漆黑巨鹤 身形一动 老者就化为了一股恶风 出现在了巨鹤背上 然后脸色铁青地猛然一掐发掘 走 黑色巨鹤双翅黑芒一阵流转 略以模糊之后 一向幻化出了四只黑色羽翅 在同时轻轻一扇 破空声大起 黑色巨鹤仿佛弩弩剑般地击射而出 同时老者提表散发的魔气 也一向狂掌散开 将巨鹤也一同包裹住了 顿速一下是更快了被许 黑色巨鹤化为一团黑光 瞬息千里地从附近天空中 一闪得不见了踪影 两个时辰后 离此地百万里外的另一座巨大山峰之上 另外两名高尖魔族 正面对面地在说着什么事情 米秀 这利老怪怎么一气这么静 我是说这是顺路给其爱孙 送两件护身宝物 就马上返回的吗 难道还真打算多表演一会儿 祖孙情深呢 哼 我们可是有钥匙在身的 真耽误了大事 可无法向血光大人交代 一名脸上明印有蓝色魔纹的高尖魔族 正有些不耐地冲同伴说道 另外一名嘴角正有数根持续成肉须的秃头魔族 却毫不在意的样子 蓝尊者何必过于着急 利老怪不是没有眼色之人 多半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再说他那负责监视此地域的孙子 是其唯一的嫡系血脉 现在重视一二也是正常的 就算这样 此地离那边并不算太远 利道友也该回来了 我不是在路上遇到了什么麻烦 这怎么可能 以利老怪的神通除非是人族的合体存在 否则其他人族修士又怎敢招惹他 秃头高尖魔族嘴角的几根肉须甩动几下后 连连地摇起头来 这个可不一定 人族中也颇有几件密宝 具有跨境界一战的莫大威能 或者遇到几名精通联手之术的 练须后期修士 也同样大为棘手的 现在此地区的人族据点 都被我等团团围住了 哪有这般巧合的事情 秃头魔族打了个哈哈 一副不以为然的模样 而话音刚落 突然从此魔身上 一下传出了一阵低鸣声 让耳魔为之一愣 秃头魔族马上单手一挥 手中乌光一转 一个白森森的法盘出现在其手中 一根手指往上面轻轻地一点 顿时荡漾而开一层透明波动 圆盘表面上白光一闪 浮现出一张脸沉似水的老者的脸孔 正是他们刚刚还在谈论的利老怪 利兄 你没有按时返回 反而动用了罗森魔器联系我二人 这是何意 不错 此法器消耗的魔幻石 即使是我们也没有多少备用的 利兄胡乱动用此物的话 实在有些不妥 二位道友有所不知 我的爱孙前不久刚刚被人族修士姬杀了 我现在正在追凶 不过这些动手之人可能有人族的合体存在 我一人不一定能报仇血恨 需要二位道友过来助我一笔之力 事成之后 本尊愿将这次圣祭所有收获的一半 当作酬劳赠予二位道友 独角老者目中凶光连连闪动 一副咬牙弃齿的模样 什么 有这种事情 不过利兄如何知道 下手之人是人族的合体修士 哼 我已经到过孙儿被击杀的地方 我那爱孙和其属下 被击杀时 尽雷一丝争斗气息都未露出 一般的练续修士如何能做到 若是这样的话 倒的确有此可能 但是利兄 你可知道 这些人族修士的准确数量 我感应过了 只有两名人族的残留气息 哦 若是这样的话 我们三人的确应该绝无问题 但关键是 我们本身就有重任在身 万一在追杀时出了什么差错 恐怕圣祖大人会怪罪下来 既然人族又合体修士 离开据点出现在这里 不用问 肯定也是对我们圣族有所图谋 我们若是能击杀那么一两名 合体修士 并破坏了他们的图谋 圣族大人只会重赏我们 又怎会责怪你我 再说 我们三名尊者联手 那人族合体等级修士 说不定只是一人而已 就算是合体大成的存在 我们也可一斗 又有何风险可言 这样吧 二位道友只要助我报了此仇 除了这次圣祭的好处分你们一半 我那株珍惜多年的腐四肢 也送与二位道友当作报仇 独角老者一咬牙 将好处又一下提高了不少 秃同魔族双眼一亮 大为心动起来 看来立尊者真的急于报仇 将磁宝也拿出来了 若是如此 弥某出手一次也不是不行 蓝兄 你意下如何 力道友 你能肯定凶手只有两人吗 蓝尊者的脸色也有些异动 但是极为慎重地再次问了一次 独角老者哼了一声 脸上怒容一现 但又强忍地压了下去 难道友对立母的能力不放心吗 若是道士人数有误 在下自不会勉强二位道友出手 好 道友这句话就行 我二人马上就赶去 和立道友会合 但道友 千万别将那里那两名人族修士追丢了 那两名人族修士 既然击杀了拥有我血脉的后人 除非一狗鸡飞出亿万里之外 否则 就算跑到天涯海角 也逃不出我的秘书追踪 独角老者凝笑一声 十分自信地口气 接着阵盘上白光一闪 这位立尊者的幻象一下溃散消失 竟是自行掐断了联系 我说立老怪怎么这么拖拉呢 原来竟是遇到了这等事情 这也难怪 若是我唯一的后人被人灭杀 也一定要升起凶手 折磨一年半载才能将其灭杀 像我等这般修为 基本上不太可能再有后代了 自然对原先的血脉要多重视几分 若是后代多些的还好 像立老怪这般 只有一个后人的情况 在我们之间也不太常见 难怪他这一次如此暴怒 不惜这般大出现 只是两名人族的话 应该不成问题 既然这样 我们也马上动身吧 既然是人族的合体存在 击杀了 说不定还能再得到一些重宝呢 嗯 这个自然 既然答应了立老怪 我等自当尽力 走吧 蓝尊者点了点头 当即双臂一晃 蓝色电弧一阵琵琶乱响 画背一对蓝色肉翅 此翅猙獰无比 不但表面遍布蓝色骨刺 更有无数电弧缠绕其上 此魔双翅一扇 就在连绵雷鸣声中盘射而出 一道蓝色电弧在虚空中一闪消失 再次浮现而出 赫然已经到了数百丈外的地方 秃头魔族剑刺情形轻笑一声 手袍一抖 一团红光击射而出 一个盘旋后 就化为一团赤红云雾 将其身形一下包裹住了 随后红光一闪 红云就风驰电掣般地 从电弧骨脊椎而去 一前一后 二者转眼间就顿出了百余里 最终从附近虚空 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在另一处地方的独角老者 却丝毫没有停下顿光 等候两位同伴的意思 而是施展某种秘术 将顿速再次提升了三分上去 纵然我有血脉秘术 可以暂时锁定对方的位置 但是有时间限制 若是对方察觉到异常 或者干脆用某种传送阵 一下顿出一万里 我都有可能追丢掉的 只能死死追逐 反正我有大缘在后 即使对方真的大为棘手 无法孤身一人击杀 也还可以先拖住对方 心中如此思量着 独角老者就带着满腔怒火 继续脊椎而下了 韩丽自然不知道这一切 这时仍然和荧光仙子 向着倚天城所在方向赶路 因为并非和人争斗逃命 所以顿速虽然不慢 但比起后面三位魔族尊者 自然差了不知一筹 时间一点点过去 二者之间的距离 也在一点点的拉近 一日一夜后 当韩丽正和荧光仙子 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 和倚天城四大宗门 有关的事情时 忽然神色一变 九袍一抖 一根银色短齿一闪的显现而出 化为十余丈之巨的巨大池影 往身后 斩了过去 第1612集 扑的一声 一根同样巨大的黑色棍子 默然从那边虚空中一探而出 并且结结实实地撞到了一起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顿时浮现出一团刺目光运 一股仿佛连虚空都能击破的惊人波动 一散而开 整个虚空都为之塌陷进去一半 荧光仙子一惊 身形从白云中幻化而出 露出几分惊疑之色的妄想波动爆发之处 韩力双目一眯 神色就恢复了波澜不惊的模样 再抬手一招 搜的一声后 银色短齿就破开虚空 再次出现在了手心中 刺目光运一脸 所有波动都为之一散殆尽 那边虚空处赫然现出了独角老者的身影 只是这时的他身躯化为了五六丈之高 单手持着一根乌黑棍子 恶狠狠地瞪着韩力 魔族孙者 银光仙子神念往对方一扫而过 玉蓉一惊 毫不犹豫地单手一掐绝 体表一阵银光流软 从中冒出了两道银色弯钩 寒光闪闪 一柄表面明映着一轮白色弯月 一柄银铭印着一轮赤红圆日 两件冰刃略一晃动 附近竟隐隐有无数星辰闪现出没 显然是一件了不得的宝物 韩力看到独角老者目光一闪 就二话不说地猛然一击 击在了自己的胸膛上 砰得一声温响 他身躯金光闪动 一张口竟喷出一团夹杂一缕 黑丝的清蒙蒙气团了 果然如此 我先前击杀的那些魔族中 有人和阁下关系不小吧 也只有这等血脉秘术 才可能在我不知不觉 种下标记 不过阁下刚才心境 未免太不稳了一些 竟然连此血脉标记 都被引动了 否则 韩某又怎么可能 察觉到有的存在 韩力微然一笑 袖子中青色气团一挥 射出一团银色火球 一下将青色气团 化为了灰烬 以阁下修为 想必在魔族中 也不是无名之辈 先报上名来吧 哼 老夫是血光圣祖大人 坐下立尊者 你杀了我那孙儿 今天我非要将你千刀万剐 抽魂炼破 独角老者面对两名 合体七修士 竟然没有露出什么畏惧之策 反而双目喷火地盯着韩力 是吗 那也要看阁下 是否有此本事 单凭你一人 也想和我们两人争斗 汉兄 不必和他再多废话 死魔头现在孤身一人 出现在此 正是绞杀的良机 荧光仙子冰寒刺骨地说完 身前两只银钩就一动 突然幻化出 密密麻麻的银色勾引 向对面铺挺盖地地溢压而去 这话 倒是正合我意 韩力嘴角泛起一丝轻笑 当即袖口一卷 再次挥出手中银齿 刺目荧光之下 一道数十丈长的耻影 再次射出 一个闪动 就后发先至地 到了独角老者的身前 毫不客气地一闸而下 立尊者见此 低喉一声 原本单手持着的黑色长棍猛然一晃 竟一下幻化出重重的黑色棍墙 将自己身形护得风雨不透 银色池影一展在棍影上 竟然一颤地反弹而开 并在一种诡异力量下 寸寸碎裂而散 无法破开棍影防御分毫的样子 这时候 无数勾影也纷纷激势而至 刚猛无匹的棍影表面一阵银芒乱闪 纷纷一闪而灭 最终两声清明之后 银勾也一坛而开地现出了原形 哼 银光仙子玉蓉一尘 手中发掘一变 两只银勾一个盘旋 突然化为两道银芒的冲天飞起 一闪即逝之下 没入虚空中不见了踪影 下一刻 整个天空突然一阵剧烈波动 方圆数十里内的天地元气 漠然诡异地调动起来 刹那之间 无数红白符文 从虚空中狂涌而出 滴溜溜一转 就凝聚成了两团 母许大的朦胧光团 一团白光闪闪 无声无息 一团红霞翻滚 却轰隆声大作 并且同时一沉地 向下方一压而去 好浩大的声势 独角老者一见两团光霞如此声势 心中也未知一惊 双手一抖 手中棍影 突然化为一道黑蒙蒙飓风 直接向空中两团光霞 狂卷而去 竟打算强行一击而破的样子 就在这时 远处的寒历却不动声色地 默然两手一搓 手中银色短齿霞光一闪 就诡异地默然消失了 下一刻 独角老者背后处微光一闪 银色短齿悄然一叹 一闪之下 竟化为一道皮链冲射而出 仿佛雷影电光般迅速 不急防下 独角老者竟一下被这层银色匹链 包裹进了其中 并且闪电般的一口气被缠绕了数层 独角老者一下发出怒吼之声 提表黑芒大放 仿佛想将银色匹链一下撑破 这时 棍影所化的黑色飓风 却一下和空中的光霞撞击到了一起 天崩地裂般的巨响后 整个天空都为之晃动过 黑色飓风一下化为了两根一般无二的晴天巨柱 狠狠地倒入两团光霞之中 没入了下半截 而两团光霞一阵流转的一散后 从中浮出了一道 角节弯白月和一轮赤红骄阳 二物散发出刺目光芒 套在两根巨柱之上 将它们一时困在了其中 纵然独角老者口中低吼不已 双臂巨力狂涌 却无法抽出两根黑色巨棍 仿佛瓷宝硬生生地在弯月和红日中生了根一般 汉尼目睹此景 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也同时冲老者虚空一点 急 原本包裹着老者的银色匹炼顿时嗡名声大起 表面也浮现出一个个大小不一的银色符纹 并产生了一股庞然巨力 向这位立尊者狂解而去 并将其护体黑芒瞬间压散了大半 独角老者见此情形 纵然万分不舍手中宝物 但也只能无奈地将手中巨棍一撒 但是随后目中凶光一闪 双手飞快地一掐绝 并且一声力鹤出口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这位立尊者原本就算巨大的身躯 竟一下再次狂涨起来 同时肩头两侧由两团肉球突骨而出 并在发出一阵嘎蹦乱响的惊人声音后 一下幻化成两颗和中间那一颗一般无二的头颅来 在他背后同样诡异地冒出了另外四个肉团 并在飞光闪动中化为了另外两条漆黑的魔臂 这独角老者竟在一瞬间化为三头六臂的魔物形象 关其气息比起刚才强大足足有两倍以上 原本合体初期的修为竟狂涨到了合体中期左右 修为大增的此魔面上明色一线 六手一翻转 六口黑色魔剑弧线 剑弓一闪就将无数黑丝仿佛大网般的爆发而出 原本将其包住的银色匹链 竟在痴痴的破空声中被斩成了无数碎片 瘦 弹力一见此目神色一变 想都不想地单手虚空一招 原本破碎的银色匹链碎片 点点灵光一闪就要再次凝聚如初了 但就这片刻的耽搁 三头六臂的利孙者身形一动就一下脱离了束缚 在原地消失不见了 下一刻 数十帐外的另一处地方波动一起 黑色身影狂闪而现 接着 身躯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膨胀起来 竟化为了百余杖巨大 接着六条手臂一挥 黑光一闪 六口巨剑一下诡异不见 几只大手却仿佛小山般地分别一探而出 去 两只大手冲得弯月和红日抓去 两只则分别冲寒厉和荧光仙子压下 最后两只手掌食指弹动变换 不停地掐动法掘 与此同时 此魔左右两侧两颗头颅 四目一闭嘴巴微张 竟有黑色符纹吞吐不定 并有咒语声隐隐传出 那两口银沟所画的弯月红日 纵然异常玄妙 但在纠为大增的魔物一抓之下 再也无法锁住两只黑色巨棍 他们一颤之下 化为两道虚影击射而走 只是一个闪动 就落在了抓出的两只魔手中 二者一合 就还原成了一根黑色巨棍 几乎同一时间 韩丽只觉得眼前天空一暗 一只黑色手掌就出现在了面前 同时一股兴气忽眠而来 哼 韩丽面上没有丝毫异色 身上金光一阵流转 袖子一动探出一只手掌 并且幻化成一只金色大手 往空中一迎 尚未正式接触 金色手掌虚影表面就一声霹雳 无数金色电弧弹射而出 一闪之下 就五指相扣地和黑色巨掌撞击到了一起 一声雷鸣 无数金丝闪烁弹射 魔手竟然遇到了 克星一般的一击而命 另一边的荧光仙子 却不敢应接修为突然大增的老者一击 在魔手极深的瞬间 身躯就化为一股清风般的消失掉 魔手一下击在了虚空处 附带黑气一阵翻滚击荡 再来 原处化身三头六臂真身的独角老者 一见刚才攻击无效 中间面孔一下变得越发争鸣 另外两颗头颅口中法觉一停 两只正在掐绝的手掌 突然冲寒厉和银光仙子各自虚空一点 一下从指尖处破空传来两声刺耳间鸣 两道血丝击射 一闪即逝下 就没入虚空中 不见了踪影 第1613集 原本面无表情的韩丽脸色漠然一沉 单手突然往身前一挥 一座黑蒙蒙的小山一下浮现 左右七八丈高 将身形全部遮挡其后的样子 正是原池即山 下一刻 血丝一闪地出现在了树杖外的虚空处 只是一动就狠狠扎到了黑色小山之上 扑的一声 血丝一下击在山峰中 血盲一闪就没入了其中 竟深入树齿之身 才溃散消失掉 韩丽面色微微一变 这原池即山的防御之强 再没谁比我更清楚了 此宝经过无数珍稀材料祭练之后 连一般的通天灵宝 都无法在上面留下伤痕 这血丝却差点直接洞穿而过 可见唯能可怕 怪不得连那老魔变身后 都要慎重准备一番 才能施展出来 此攻击对我来说虽然不算什么 但是以荧光仙子的修为 恐怕不好接下此击吧 韩丽心念电转 就听到另外一边传来一声闷哼 目光急忙一扫 看见荧光仙子正单手按住肩头 身形一颤地倒退出几步 在其身前 一面红色盾牌 一件番旗和一支玉牌 化为三团光霞地挡在身前 但是一个个光芒暗淡 似乎均是大受损伤的样子 这时 荧光仙子面具后的美眸 竟然流露出了一丝痛楚 忽然一张弹口 喷出一口银色小剑 此剑只是一晃 就化为了一道荧光 围着肩头一绕 竟然将刚才所按住的手臂 一斩而下 但是伤口处 却诡异地未流一滴鲜血 玉璧已脱离此女身躯 就扑吱一声 被一团血焰包裹 在熊熊燃烧中 迅速化为了灰烬 石血魔焰 果然是此歹毒的魔焰 喊凶小心了 这是魔族四大魔焰之一 一旦沾染 除非传闻中的数种异宝 可以护体外 根本无法驱除掉的 荧光仙子惊怒之下 大声提醒喊礼 接着 此女又单手一翻转 手中清光一闪 默然多出了一颗 清香扑鼻的白色丹药 羊头吞入腹中 刹那之间 断臂处一片清光缭绕 一只白嫩异常的手臂 再次幻化而出 竟和先前的一般无二 但是 荧光仙子面具下的 玉蓉苍白一片 显然施展此肢体 重生的功法 代价也不小 是血魔焰 竟然是此东西 看来 韩某 还真是小看格下 不过这也好 这说明 你在魔族尊者中 恐怕地位也非同一般 更有击杀的必要 韩丽目光仙 在荧光贤子 新生出的手臂上 扫了一眼 又望向对面 仿佛小山般的 三头六臂的魔物 目中闪现一丝杀意 想杀我 就凭你们两个 独角老者所化的魔物 六目其睁 三口大张 同时口中发出了 不屑的狂叫 接着 两条手臂 猛然一晃手中的 黑色巨棍 顿时虚空中 轰隆隆的巨像 连绵不绝 接着 一片仿佛山岳般的 巨大棍影 就同时冲韩丽 和荧光仙子 二人席卷而来 此棍影尚未 真的来到近前 一股让人窒息的灵压 就将附近的虚空 都扭曲嗡鸣起来 仿佛真有 开天烈地之威 看来阁下 对自己的距离 还有些自信 韩丽见此情形 飞弹不惊 反而瞳孔一缩 接着两手一掐绝 踢表骤然间 金光大方 身躯一下 狂涨起来 只是一个呼吸的功夫 竟然也化为了 一只身高暴涨 獠牙壁露的 金毛巨猿 接着 两手虚空一抓 一座黑色山峰 和一座青色山峰 同时出现在了 其手上 双臂用力 往高空一举 两座山峰 也同时巨大起来 化为了 数百丈高的山月 将漫天棍影 都挡在了旗外 那立尊者 所化魔物力量之大 让人瞠目结舌 那些棍影 也是刚猛无比 但是积在 两座山峰之上 只是爆发出 连串的四目光芒 和发出一阵 地动山摇般的巨响 然后漫天棍影一脸 两座山峰表面 除了一些 坑坑洼洼的痕迹外 就再无任何损伤了 独角老者 见此情形 三颗头颅同时一惊 露出了不敢置信的目光 这不可能 我修炼的 乔龙大力魔功 已经大成 人族合体修士中 怎可能还有人 比我力气还大 你这变身是 独角老者 一下惊呼起来 但是当目光一凝地 仔细打量 韩力的巨猿变身后 却忽然又露出了 几分惊疑之色 那是阁下少见多怪了 来而不傲非礼 阁下也接再下一击如何 金色巨人口吐人言的 一声冷笑 两座大山猛然往中间一合 再双臂用力地往前一投 嗡嗡两声报名后 两座山峰带着两道 深深的白痕 破空击舍而去 离独角老者所画魔物 还有二三十丈远 一股无形距离 就化作恶风的遗诏而下 所过之处 虚空仿佛为之寸寸破碎 独角老者目睹 此景为之害人 但是心中不甘 三颗头颅也猛然一声力喝 手中黑色巨棍 狂舞而去 瞬间 一片片棍山迎着 两座大山一卷 轰得一声 天崩地裂的巨响 三头六臂的魔物 只觉双手一麻 手中巨棍竟然一热地脱手飞出 同时 一股庞然巨力作用在其身上 不仅张口喷出一团黑血 同时身形一颤地一阵飞出 两座大山 却只是在空中略微一顿 就丝毫无恙地再次狠狠落下 眼看只是一压 就可以将此磨压成肉酱 但是 那独角老者惊怒之下 却突然同时自行脱落六条手臂 怕为滚滚血雾将其身躯一下淹没 轰的一声两座巨山毫不客气地砸进了血雾中 但里面竟然是空空如也 独角老者竟不知施展了什么秘法 诡异地顿出了原地 咦 汉力索化巨猿先是一正 随即大口一脸露出了大怒之色 突然两手一拍胸膛 眉宇间一裂而开 一只漆黑树木浮现而出 此目瞳孔深处黑芒一阵流转 一道顽口粗的黑色光柱就从中一盘而出 一闪即逝地没入身前虚空不见了踪影 下一刻 数百丈外的某处高空中 爆发出一声轰隆隆的闷响 接着一声低吼 在一片空间波动中 魔物巨大的身影从那边虚空中一个跌呛地现出 含力见此情形 不再有任何迟疑的一点远处的两座山峰 顿时两座山峰一颤 一个体表银纹闪动 一片灰蒙蒙霞光滚卷去 另一个青芒万道 放出无数道无形剑气 二者交织之下 天地几乎为之色变 不好 独角老者见此情形 脸色位置一白 接着毫不犹豫的双足猛然往虚空中一踩 竟砰砰两声地 化为两股血雾爆裂而开 露出一对淡银色的脚骨 这对脚骨不但表面银光闪动 更是在足心处贴着一对血色浮露 立尊者三颗头颅同时念出一句怪异的口诀 两张血色浮露立刻自拉一声 自行燃烧起来 十几个斗大血纹一闪就没入了脚骨之中 深入数寸之身 仿佛镶嵌其上 这一对银色脚骨则是灵光一闪 幻化为了一对银色飞轮 并且蹬的一下后 血色磨焰在表面汹汹燃烧了起来 而飞轮在磨焰一催之下疯狂转动 凑得一声后 化为一道百丈长的血红 向远处击舍而走 转眼间就到了千余丈之外 头了 韩丽一呆 接着眉头微微一皱 这魔头先前一副不死不休的模样 甚至连古魔真身都变了出来 但现在稍有些不利 立刻走得如此果断 倒实在有些出人意料了 从韩丽变身巨元 到一下力压力尊者 也不过是几个呼吸的功夫 一旁的荧光仙子方 趁此机会调动灵力 在体内流转一遍 让脸色好看了几分 一见此景大喜的同时 又忙大声地喊道 韩兄 不能放着魔头活着离开 万一找来了其他魔族 我们麻烦就大了 话音刚落 这位荧光仙子就先冲对面 那银沟一点 将他收进了袖中 接着又单手一扬 又放出了一只闭塞飞梭 柳妖一扭 就一闪地进入了其中 一声轰鸣 此梭化为一道 闭光紧追而去 速度竟然不比前方的血红 差到哪里 闭天梭 这件万灵榜上的灵榜 竟然落在了他手中 这真是有些想不到 不过放着老魔跑掉 世上哪有这般便宜的事情 汉莉扫了那闭锁一眼 有些哑然的喃喃两句 接着又冷笑起来 随后他两手默然一掐绝 锁化巨猿被一层 诡异银光笼罩全身 往地上一滚 一声清明之后 一只体长百丈的银色巨棚 赫然浮现在虚空之间 这还不算 此巨棚仰手双翅一扇 霹雳之声大起 一道道银湖在体表弹射而出 竟有另外一对晶莹与翅 在背部也诡异的浮现 正是风雷翅 如此一来 巨棚竟然一下有了四只巨翅 将天鹏变身和风雷翅相结合 可是我在这数百年间 摸索出来的一种极限飞顿之处 如今银色大鹏四翅同时一抖 就化为一道电光 在原地不见了踪影 只能在虚空中听到传来的一阵连串的雷鸣 并且越来越远的样子 而这时 独角牢者所化的血红 已经在远处数十里外了 此魔一边狂催足下银轮 鸡舍不止 一边目光不停地左顾右盼 面上引有焦虑之色 多人有声剧 凡人修仙传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我先前追上韩丽二人之前 和米兄他们又联系过一次 他们已经距离我不远了 所以刚才 我才会放胆同时和两名合体存在一战的 但万万没想到 那仁族女修也就罢了 那几少我爱孙的人族男修 却神通广大 远超我的预料 竟让我吃了一个不小的苦头 不过没关系 我刚才也并未动用自己最大的杀招 等和米兄他们会合后 再反戈一击 向来 仍有击杀这两名人族合体修士的机会 独角老者心中这般想着 勉强压制住心中的愤怒 同时口中无声地念念有词 顿时尖头处的伤口处 纷纷从中冒出一股股血污 同时血肉蠕动不已 片刻功夫 原本脱落的六条手臂就恢复如初了 而就在这时 忽然他耳边响起了一个男子的声音 立兄 怎么变得如此狼狈 那两名人族修士如此棘手吗 不过不用担心 我二人已经在附近布置下了一座临时魔阵 你将二人引诱到其中 我三人在同时出手 必可击杀这两名人族合体存在 这话语声冰冷无比 正是那位秃头魔族的声音 独角老者闻言自然是心中大喜 当即他一口答应 击射方向微微一变 一盏茶的功夫后 此魔远远看到了前方几座孤零零的小山的影子 当即心中一松 并且转头朝身后扫了一眼 在遥遥十余里外处 一道闭光才堪堪追到附近虚空的样子 此魔中间面孔一凝 足下飞轮魔艳一动 就直接向那几座小山飞扑而去 那里 这是另外两名高阶魔尊的藏身之地 并且还布下了一个隐秘之极的法阵 虽然只先追来了一人 但只要能先用此法阵 先击杀一名人族修士 剩下的他们三人联手对付 自然也不足为惧 远处闭缩中的荧光仙子 看到此魔果然没有丝毫迟疑 同样催动灵宝奋力追来 几个呼吸的功夫 二者就一前一后地到了小山附近 眼看前边的老魔一个闪动 就要没入到了其中的一座小山之上 就在这时 忽然在老魔上空炸雷般地 凭空传出了一声雷鸣 接着电光一闪 一只通体缠绕银蛇的四翅巨棚 就气势汹汹地从虚空中闪现而出 四翅巍巍一倒 巨棚身躯一模糊 就化为电光的不见了踪影 下一刻 老魔只觉头顶雷鸣声一响 一对巨大钢爪就破空而至 根本来不及躲避 怎么回事 惊怒之下 他只能拼命一晃头颅 将身处刚爪下的两侧头颅猛然一偏 同时护体灵光一下狂掌背许 化为一层仿佛实质的刺目光幕 扑持连声 护体灵光犹如纸蟹般地被一击而破 接着老魔一声凄力 身形一颤地从空中直坠而下 两股血柱 同时从其尖头处喷出 赫然被钢爪闪电般地洞穿而过 不过此魔倒也非同小可 在受窗的同时 原本脚下的两只魔艳缠绕的飞轮 却呼啸一声 一下化为两团头颅大小的血色火球 直接向空中的巨棚击射了过去 火球尚未接触巨棚身躯 一股仿佛能将天空都焚烧而起的 其热就滚滚而来 同时老魔身躯一扭 再次化为了一道长虹 向离此地不过离许的小山 积舍而走 快走 只要能进入那边布置好的魔阵中 我自然不用再危及巨棚的追击 可是空中的四尺巨棚目睹此景 心中一声冷哼 身躯突然间流转冒出了一层五色光霞 伸去一个翻转 竟然又幻化成了一只艳丽非常的五色孔雀 此灵禽淋雨一展 展开了一团团五色光运 竟然形成了五道巨大的光环 就向两颗光环击射而去 而五色孔雀自身双翅一扇 化为了一团五色光霞的消失不见了 两颗血色火球一击在这些光环之上 就发出了啪啪的爆鸣声 将其中三道洞穿融化 在第四道光环面前却是一凝地被挡了下来 后两道光环五色光霞默然一个反卷 竟然将两颗血色火球一裹地困在了其中 化为了两颗巨大的光球 轰隆隆的两声巨响 两颗巨大光球一下自行爆裂而开 大片五色光霞一下狂卷四散而开 刚刚顿走的独角老者 被这五色光霞一个闪动的卷入后 只觉身躯一沉 四处空气仿佛一下变得粘稠百倍 顿速不由得为之一宁 不好 二位道友 快来救我 独角老者身为魔尊 与人争斗的经验丰富 自然远非普通修士可比 一见此情形立刻知道自己身陷危局 当即一声大鹤出口 声音直震地附近虚空嗡嗡坐下 至于此魔本身 双手费力地一掐掘 体表乌光一阵流转 却突然浮现出一件黑红色的战甲 表面遍布精美的银色符纹 一看就不是普通之物 不过 这位魔尊刚来得及做出这番防御 那片将其卷入的五色光霞中 突然献出两只金灿灿的巨大拳头 呼呼两声地宠其胸口处 直倒而来 在五色光霞禁止之下 老魔根本无法闪避此攻击 只能拼命往护甲上狂注全身法力 顿时 黑红色战甲光芒大放 犹如一轮黑红之日一般 这两只拳头的厉害可不亚于一般灵宝的全力一击 传来一声金属摩擦般的巨响 第一只金色拳头狠狠击在了魔甲上 锁机之处一阵波浪般的颤抖后竟然凭空凹进了一个大坑 但是银色符纹一阵流转 魔甲竟然没有破裂 又一声嗡鸣 另外一只拳头也闪电般的击在了凹坑中 如此拒追般的接连两下重击 那魔甲再也无法支撑 哀鸣一声立刻破碎开来 露出了里面黑幽发亮的一层鳞片 金色拳头没有丝毫迟疑 结结实实地倒在了立尊者的魔区上 哼 一声枯木般的闷响后 金光黑芒一阵交织 老魔身躯微微一晃 拳头竟被那一层不起眼的鳞片 硬生生地挡下了 老魔见此面露凝笑之色 六条手臂同时往四周虚空一抓 五指魔器缭绕 四周的艳丽光霞一阵扭曲晃动 竟马上被其一抓而破的样子 这时候那座小山上 漠然传出长笑之声 两道魔影从中击舍而出 化为两道惊鸿 直奔老魔击舍而来 正是另外两名合体骑的魔族尊者 但就在这时 那只鸡在其身躯上的金色拳头 却突然一阵琵琶乱响 无数叙事多时的金色电舌 潮水般的弹射而出 并且瞬间化为了一张巨大电网 将老魔全身都笼罩在了其中 一阵雷电交加之下 老魔一声凄厉惨叫 身上魔甲竟然在金壶狂击之下 寸寸碎裂 原本看似肩不可摧的黑色鳞片 也同时一下变得暗淡无光起来 扶持一声 金色拳头五指一展 化为手掌一下插入了老魔的胸膛 接着 五指表面金壶一脸 一层银色火焰取而代之地浮现而出 腾腾翻滚之下 瞬间就将此魔头全身都包裹进了其中 不 老魔大叫一声 就瞬间被那滚滚魔咽 彻底的烟墨化为了灰烬 连猿鹰都未能逃出分毫 这时候 五色光霞一阵汹涌 一道金萌萌的人影 这才彻底在光霞中现身而出 正是恢复人形的含力 只是这时的他 全身金光闪烁 正是将范圣真魔宫运行到极致的模样 这时 远处的两道魔影所化的惊鸿 几乎同一时间到了虚空附近 瞬光一脸 一名相貌猙獰的秃头魔族 和一名脸印蓝色魔纹的高阶魔族 在附近现出了原形 用难以置信的目光 望向了含力和那仍在汹汹燃烧的银色火焰 含兄 你击杀了刚才的魔族尊者 含力背后传来了一个女子吃惊的声音 却是那荧光仙子 也驾驭避缩到了附近 一闪而出 某种闪过一丝骇然 不过侥幸而已 只是现在麻烦似乎更大了一点 含力望着对面新出现的两名高阶魔族 神色有些阴沉 幻音刚落 他默然单手向前一招 那汹汹汹燃烧的银色灵焰立刻传出了一声清明的鸟叫 接着所有银眼一凝 幻幻幻凝聚成了一只杖许长的银色火鸟 此火鸟双翅一盏就一闪地到了含力头顶 并且通灵之急地上下盘旋飞舞不定 这让对面二魔瞳孔一缩 神色越发的凝重 好 好 你竟敢当着我二人的面击杀立尊者 今天说不得 你要将你二人的性命留下了 对面那名蓝纹魔族长吐一口气 脸现寒霜 至于另外一名秃头魔族 嘴下肉须一卷 二话不说单手一掐绝 体表一层层滚滚黑气浮现而出 然后一凝 竟化为一面面持许大的乌黑小盾 密密麻麻挡在了二魔身前 接着此魔又另一只手掌飞快一扬 一道轻光飞射迎风一掌 化为一面青色巨门 横在了虚空中 韩力见此情形心中一动 不仅仔细地打量起此门来 至于那名蓝纹魔族 一声低吼双手齐阳 一只半尺大的蓝色皮带 和十三道乌光积射而出 那皮带迎风一掌 化为了帐许般巨大 接着带口一松 里面痴痴声大响 上百团蓝光 从里面积射而出 滴溜溜一转 化为百余条身体晶莹的蓝色飞蛇 第一千六百一十五集 每一条蓝色飞蛇都三尺来长 通体晶莹 并且背生一对透明兵翅 在空中不停地仰手吐信 至于那十三道乌光芳一脱手 就砰砰地一连串爆裂而开 在浓浓黑气的翻滚中 化为了十几感丈许高的魔帆 这些番旗迎风一展 上面赫然都鸣印着一名 足彩枯骨的半裸女子的图像 每一个都貌美如花 栩栩如生 显得异常妖昧 秀摩天鬼门 慈母真魔帆 荧光仙子一看清楚 对面寄出的宝物 脸色却一下大变地 尸声叫了出来 韩力一听这两个名称 神色也为之一动 有些意外了 韩需要小心了 我们灵界的这十大魔器 大都是仿制魔界中 出名宝物才流传开来的 这二魔手中的二物 恐怕比我们灵界的 十大魔器至强不弱 对方手中既然有如此宝物 看来不是轻易能拿下的 要不我们不要管这二魔 马上离开算了 想来他们也不一定真愿意拼命阻拦我们二人 荧光仙子飞快地提醒韩力 并且有些迟疑地提出了建议 显然这位荧光仙子眼见新出现的二魔 有一保护身自觉胜算不大 起了退却之心 晚了 我们到以天城还有很长一段路 若让这二魔如此走掉 后面的路程肯定不太安了 道友只要先帮我牵扯住其中一人 我自会各个击破 韩力缓缓地传音说道 话语中充满了不容质疑的口气 荧光仙子自然也明白 韩力刚才言语的道理 心中一惊的同时 自然也为之一喜 当即略一思量 也就点了点头地 同样传音回道 既然韩兄有取胜的把握 小妹自会尽力辅助 一会儿我会出动一件质宝 将其中一人困住 另外一人就先交给韩兄应对了 话音刚落 荧光仙子双手实指 漠然车轮般的飞快一掐绝 面上的银色面具灵光大放 误显出密密麻麻的金色符纹 开始时只有米粒大小 转眼之间就遍布整张面具各处 此女一声娇斥 银色面具一阵扭曲 一下从其面孔突落而下 接着迎风一晃 荧光仙子面前献出 胀许大的一颗美女头颅 脸孔荧光灿灿 偷生数尺长的金丝长发 双目紧闭 动手 对面的秃头魔族一见此景 目中寒光一闪 当即再无任何犹豫的一声大鹤 就一咬舌尖 再一张口 喷出一团黑兮兮的乌血 化为一片血雾 将那面青色鬼门照下 那青色巨门被血雾罩住的瞬间 表面明艳的两颗巨大鬼头 双目一红 竟然蠕动起来 一张口就将漫天血雾一缕不剩地全部吸进了其中 两颗鬼头猛然一仰手 随后身形一扭 各自伸出一条粗大手臂 并且一把抓住了巨门相近一侧的乌黑门环 奋力地一拉 巨门嗡鸣声大起 吁吁打开了 至于另一边的蓝纹魔族也在同一瞬间出手了 单手一掐绝 那上百条金银飞蛇立刻撕鸣声大起 双目胸光闪烁 口中喷出一团团蓝色寒气 将身形尽数淹没进了其中 变 此魔神念一催那十三感魔藩 顿时一股股黑气从藩中滚滚而现 这些魔藩再滴溜溜地一转 一下化为了十三具白森森的骸骨 每一句都有常人来高 双目闪动森然血光 扭动身躯张口发出了悦耳的女子笑声 这声音或大或小 异常诡异 但是更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那十三具骸骨突然口中笑声一脸 身形一晃 竟然夹带着一股股阴风 纷纷直扑蓝纹魔族本人而去 蓝纹魔族目睹此景却是丝毫不慌 反而口中一声嘀吓 嘘 蓝纹魔族袖抛一抖 早就准备好的十三颗血红丹药一弹 这些丹药族有鸡蛋大小 似乎对这骸骨具有莫大的吸引力 那些骸骨见此 方向一变纷纷张口冲这些丹药一咬 十三颗丹药正好被这些骸骨一聚一颗地吞下 而这些骸骨在丹药下肚的瞬间 立刻从身上散出一片片血光 在魔气中一下手舞足蹈起来 更是再次传出口中倾效 似乎一下变得极为欢喜 接着这十三具骸骨猛然腰之一扭 周身血光顿时反身往身上一卷 并且化为一层层真实血肉在骸骨上浮现 顷刻之间 十三个半裸的娇媚魔女就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一个婀娜多姿倾效低语 现在娇媚万分 去 蓝温魔族双眉倒树一声低鹤 手中发掘一掐 猛然冲韩力这边狠狠一点指 十三具骸骨所化的娇媚女子顿时脸色一变 两手一抬 纷纷露出了数寸的上肩甲 向韩力狠狠扑来 而那数百余只蓝色飞蛇也同时双翅一抖 附近蓝色寒气狂卷之下 竟纷纷被其一收入其中 转眼之间就化为一根根杖许长的巨大冰锥 仿佛弩剑般的鸡舍而去 去 韩力脸上轻轻一闪 二话不说一只袖子一抖 顿时七十二口金色小剑鱼鱼而出 一晃之下化为了三尺长的飞剑 但再也模糊 每一口竟又分出了数道剑影 数百道剑光一颤 发出吃吃破空声弹射而出 竟化为一根根金丝 直接迎向了对面的冰锥 至于那只银色火鸟 也在此时发出了一声清鸣 双翅一盏 化为一颗巨大火球的一扑而去 目标正是那十三具骸骨所化的魔女 韩力和子魔瞬间就站到了一起 另一边 眼看扇巨大鬼门 一点点要彻底分开的时候 荧光仙子也欲牙一咬地出手了 上 那只悬浮在荧光仙子身前的银色美女头颅 在其法掘一催下 缓缓睁开双目 露出一对赤金色诡异的瞳孔 与此同时美女头颅轻轻一张阴口 扑吱一声竟喷出了一棚惊丝 惊丝方出口时毫不起眼 但是一个闪动后就突然化为了一张晴天巨网 铺天盖地的遗照而下 那位秃头魔族正在全力施法催动那扇巨大鬼门 一见此景心中一灵 不假思索地用手猛然一直点身前的那一片密密麻麻的黑色小盾 这些盾牌就立刻表面黑光一闪 纷纷体型狂涨地化为一片片晶莹盾影 并且天衣无缝地连结在一起 一张张淡黑色的半圆形光幕 就一下在此魔上空浮现 将秃头魔族和那扇鬼门都一照其中 正好 荧光仙子嘴角微微一翘 竟是不怒反喜 当即不假思索地再次一催法诀 巨大死亡猛然一落 正好将黑色光幕秃头魔族连同鬼门 一同照在了其中 金光一阵流转死亡一模糊 赫然化为了一层明厚的精照 将下面的一切牢牢困在了其中 而这时 荧光仙子又预指一点身前的美女头颅 银色头颅双目金光一阵闪动 脸孔上的金色符纹一时间光亮大放 随之纷纷弹射而出 又化为点点金光的飞入精照 原本透明的水晶之照 瞬间就浮现出一道道玄妙异常的金色斑纹 顿时 金照上的金色斑纹一阵蠕动变化 几个呼吸的功夫 竟幻化成了一个金灿灿的巨大法阵 镶嵌在了金照之中 这样应该差不多了 荧光仙子长吐一口气 脸上真正露出了一丝笑容 而下面目睹到这一切的秃头魔族 脸色微微一变 但是随即想到了什么 名笑一声又不在乎起来 反而调动体内法力 更加狂催那巨大鬼门 轰隆隆的一声巨响 鲜红鬼门终于彻底打开了 门上两侧的两只半身恶鬼 当即欢喜地发出一声长笑 而门内的鬼哭狼嚎之声 却一下戛然而止 只有一股股冰寒刺骨的阴风 从中呼啸地狂卷而出 但是此情形只持续了片刻 一道模糊的影子 就突然从门内的阴风中闪过 并且无声无息地一飘而过 那是什么 银光仙子双目一宁 眼也不眨一下地急忙望去 结果欲容未知一呆 竟是一名身穿如衫 面容异常清秀的少年 哪有丝毫传闻中的 天鬼的模样呢 这是 银光仙子表情古怪 心中不禁有些惊疑 但就在下一刻 清秀少年目光四下一扫 突然转头冲秃同魔族 微然一笑 没想到 你胆子还真不小 竟然敢动用此物召唤本王 不过这一次的血迹之物 可准备好了 本王看不上的话 你可知道其中的后果 羞鬼王 废话少说 快将天鬼召唤过来 只要能将眼前二人击杀了 血迹之物 本尊自然不会小气 秃同魔族一声立鹤 单手一翻转 一口血色长刀 漠然出现在手中 截至脸上狠色一闪 狠狠斩下 竟然将自己的一条手臂 一展而落 清秀少年一见此颈 双目一亮 截至口中一声低鹤 身形突然一下暴涨背曲 化为一只头戴金冠 身穿裸袍的高大鬼王 此鬼王面容赤红浑身绿毛 背后更漠然生出一排 齿许长的骨刺 双目黄芒闪动之下 此刻獠牙 显露而出 第1616集 此鬼王大口一张 就喷出一股灰气 将那条断臂一卷而入 并一口吞进了大口中 然后嘎嘣直响地 咀嚼了起来 好 既然吞噬了血迹之物 还不快快将天鬼令 借我一用 秃头魔族脸色有些发白 口中却是一声吏喝 这两人可不是普通的存在 想让本王借天鬼对付他们 这点祭品可不太够 鬼王口中紫红长蛇 一舔嘴角的血迹 将口中最后一点血肉 也咽一下之后 却目露贪婪之色 什么 你别太过分了 不过要对付两名区区的人 从修士 你吞噬了本尊的一条手臂 竟然还不满足 你倒说得轻松 这两人能和你以前的对手相比吗 我见你的那些天鬼 还不知道会损失多少呢 看来你是贵人多忘事 已经忘了当初通过天鬼门 和本座所立契约的内容 要不要本王再提醒你一次 一听厉鬼此言 秃头尊者脸色是难看至极 猛然一咬牙 手中血刃再次一斩 却是将自己的一条大腿也一血而落 然后恶狠狠地说道 这一次总该够了吧 若是你还敢说个不字 本座凭着两败俱伤 也要解除恨你的契约 再加此物的话 自然足够了 魏王一见此目不禁大喜连连点头 一张口也将掉落的大腿吸了过去 并且大口咀嚼起来 秃头魔族此时却是口中念念有词 原本残缺的断臂和断腿处 却王几口将血食吞噬完毕后 当即欢畅的一声长啸 一条袖子一抖手中默然多出了一只鲜红似血的鬼头令牌 往身前虚空一抛 自己化为一股阴风 没入鬼门之中 转眼间不见了踪灵 这下总算没问题了 秃头魔族一见那鲜红鬼令 神色为之一送 然后望了下韩丽二人 立刻单手冲的令牌一点指 鬼令顿时滴溜溜的一阵急转 略以模糊之后 竟然一下化为了一股血红旋风 风中传出一声力啸 一分之下 竟从中一下跳出了四只厉鬼 并且迎风一掌 就化为了十余杖巨大 这四只巨鬼浑身血红 通体无毛 模样有几分酷似 放大了数十倍的猿猴 只是每一只都投身乌黑双脚 并留有一条碧绿的钩尾 略以甩动 竟然瞬间无法看清 只能听到虚空中传来 阵阵的暴鸣之声 兔头魔族一见这四只血红天鬼 毫不犹豫 单手虚空一抓 远处的那股血红旋风 立刻一卷 重新化为了鬼头令牌 并且一个闪动 落到了其手中 此魔脸上凝色一现 立刻将一道法诀 打在令牌上 同时口中开始念念有词 那四只巨鬼 明显受到鬼头令牌的约束 在秃头魔族一催之下 望向荧光仙子的眼神 纷纷是凶光毕露 在其中一只天鬼的力笑之下 四只天鬼同时背后血光一现 竟各自生出了一对 巨大的紫色浮衣 双翅一扇 凶神恶煞地就扑向了 困住他们的精英巨照 秃头魔族见此情形 面上不禁闪过了一丝冷笑 这四只天鬼的可怕之处 再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 虽然单只天鬼的实力 只不过相当于 炼虚后继大成的存在 但是四只天鬼联手 就是一般的合体中级修士 也多半不是其对手 纵然这个困住我们的赵子 似乎有些古怪 但四只天鬼出手 应该是不堪一击的 纵然如此 此魔还是一张口 喷出了一枚黑乎乎的小印 一出口只有数寸大小 但是迎风一掌 就化为了数丈之大 并且一声轰鸣后 紧随似鬼地 狠狠向头顶精兆砸去 一个闪动之间 四只天鬼就已经到了精兆附近 双臂一动 漫天爪影立刻浮现而出 同时后钩尾骚的一声 也幻化出了无数臂芒 直辞而出 四鬼连手一击之下 攻击力果然是非同小可 下一刻 罩壁上就爆发出一团团刺目光芒 几乎只支撑了片刻的功夫 就光芒一暗 好 秃头魔族见此自然大喜 更是猛然一催那放出的黑色大印 顿时 磁宝一个闪动 发出风雷之声地 激在了同一处罩壁上 一圈圈的黑色波浪 立刻荡漾开来 原本就似乎支撑不住的罩壁 顿时传出一声脆响 立刻现出了无数纤细白痕 似乎马上就要破碎而开 就在这个时候 身处罩壁外的荧光仙子 却身形一个闪动 漠然出现在了银色美女头颅一旁 并且毫不迟疑的翼掌拍在其上 银色头颅 凝望着荆召的双目 一下一芒大盛起来 似乎与此相呼应的 荆召上的金色法阵 也一下发出嗡鸣 法阵之中 一下涌现出了无数金色符纹 在闪动之下 飞也似的没入了破裂的罩壁处 这罩壁可没那么脆弱 原本破裂在即的罩壁 在这些金色符纹没入其中的瞬间 就金光一闪的弥合如出了 银光仙子远远看到此景 嘴角不仅微微一窍 秃头魔族却是位置一呆 但是马上清醒过来 当即就惊怒交加一声大喝 再次一催手中鬼头令牌和那颗黑色大印 空中的四只天轨 双目血光一阵流转 同样发出了暴怒的尖叫之声 深情再次一掌 张口喷出了一道道血色光柱 同时双手抓影和钩尾臂芒 也再次浮现而出 至于那颗黑色巨印则是雷鸣声大响 一道道黑色电光从中弹射而出 同时大印底部也有数以百计的银纹 纷纷涌现 看来这秃头魔族已经将磁宝的威能 也催至了极限 狂风暴雨般的攻击再次落在罩壁上 让其立刻光芒狂赏 随着巨大黑印狠狠砸上后 立刻在惊天动地的巨像中浮现出一轮黑色骄阳 骄阳浮现处照笔轻易地破碎而开 但在金色法阵的金光大放之下 又瞬间恢复如初了 这一下 秃头魔族的脸色一向难看至极 但手中法爵却是丝毫不停 继续催动大印和四只天轨 往金罩上狂攻不已 这金罩纵然玄妙之极 但绝不可能无限制地保持这种可怕的恢复速度 只要持续不断攻击 不用多长时间 就可真正破空而出 但关键是另外一位人族修士 可是击杀了立尊者的存在 蓝尊者 不会在此期间出什么意外吧 秃头魔族一边不停地狂攻精兆 一边略有些不安地扫向另一边的战团 结果脸色为之大变 只现在那边 漫天金色剑丝正组成一张巨大剑网 将数十条蓝色飞蛇困在一处 这些蓝色飞蛇纵然身体坚硬于筋 并且口吐玄冰之气 但是金丝纵横交错 飞蛇也只能纷纷化为碎尸落下 不远处 十三具骸骨所化的魔女 此刻又现出了原形 他们又化为两丈的白森森骸骨 浑身黑色魔艳缭绕 口喷灰蒙蒙毒气 双目更是不时地喷出一道道琉璃般的一芒 但这般神通进出模样的子母真魔 此刻却被十几只金光灿灿的子文怪虫 追得到处乱窜 看起来这些大名鼎鼎的子母真魔 似乎对这些怪虫畏惧非常 竟不敢让他们进身分毫 这些魔头的魔艳毒气等一切攻击 也都对这些灵虫无效似的 比起子母真魔 蓝尊者本身此刻却更加狼狈 那名人族修士 竟然幻化成了一只百丈高的巨大金元 两条手臂舞动一青一黑两座小山 以微不可挡之势将蓝纹魔族逼得节节后退 纵然蓝纹魔族是又惊又怒 手中发觉变幻不停 身前更是有六七件不同宝物盘旋狂舞 但无论哪一种宝物 一接两座山峰的狂击都必定是光芒乱闪 要立刻撤回换上其他宝物 否则只要接连应接三四击 那宝物必定被毁 这位堂堂的魔族尊者 不过片刻功夫就全面大出下风 秃同魔族神色接连变动树下 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十三具子母真魔的威能 可不下于我召唤来的四只天鬼 竟然被对方的区区几只灵虫 就逼成了这般模样 看来我现前虽然知道那名人族难修非同小可 但仍有些低估了对方 此人如此棘手 恐怕也只有族中的那三四位合体后期大成的魔尊 才能有把握对付 兔头魔族心中如此思量着 心中是不禁一片骇然 但是他马上眼珠一转 漠然嘴唇微动地 向自己的同伴传音过去 那位蓝尊者 正被韩丽用两座小山连红十几下 被记得汗流加倍 身形乱颤不已地 能够且战且退 现在一听兔头尊者此言 他当即精神一震 不假思索地立刻答应 然后眼珠乱动 想立刻找到脱身诱敌之侧 对面韩丽所化的巨猿瞳孔蓝芒一闪 将此魔脸上的异色看了清清楚楚 当即一声冷哼 忽然手中两座山峰呼呼两声 竟用力地一掷 两座山峰黑青两色灵光大放 一离手后 竟又一下狂掌数倍 化为了百余丈高的山峰 以难以窒息的速度 冲蓝文尊者 砸了过去 第一千六百一十七集 两座山峰尚未真的砸下 两股飓风就先呼啸而至 附近的虚空更是一阵扭曲 爆鸣之声大响 蓝尊者目睹此景脸色一变 随之目中凶光一闪 突然一咬牙 用手猛然连点身前盘旋的两件宝物 接着身形一晃 就带着其余宝物向后 鸡舍而走了 而被点指的两件宝物 不退反进 直接迎向了两座山峰 并在快接触的一瞬间 一声哀鸣地 同时自爆而开 两声巨响后 在两座山峰下方浮现出 两团巨大的光运 光焰翻滚竟一时 抵住了两座山峰的下落之势 让二者在空中为之一顿 呀 下一刻 两座山峰本身光芒万丈的一尘 硬生生地将两团光运 一压而散了 接着金光一闪 韩丽所化的巨猿 就鬼魅般地出现在了山峰之下 两只蒲扇般的大手 往上随意地一举 就轻松地将两座山峰再次稳稳地拖住 巨猿双目冷光一鸣 盯向了数百丈外的某处虚空中 在那里 蓝纹魔族竟然趁着刚才自爆法宝的这点时机 终于从韩丽的不断追击中 暂时逃脱了出来 并且再向下方的小山中猛扑而去 与此同时 被十几只紫纹甲虫追得漫天乱飞的十三具真魔 也突然提表魔焰一下狂掌数倍 化为了十三团黑色光球 朝同一方向 挤射而逃了 那十几只紫纹甲虫翁名声一起 也化为点点紫光脊椎而下 至于那些蓝色飞蛇 在那些剑丝纵横交错之下 短眼之间只剩下寥寥几条了 原本此种飞蛇配合我的功法 绝不可能只有这点实力 可恨我被这人缠住了 这些飞蛇几乎连异常的未能都未展现出来 那蓝纹魔族纵然为此大为心痛 但为了能够将韩丽引走 也只能头也不回地向下方小山处扑去 韩丽所坏的金毛巨猿目睹此景 扬手一声大吼 大腿一慢 只是几个闪动就一向横跨数百丈地 到了小山上空 两手一翻转 两座山峰再次狠狠一头而下 巨猿自身也两手一握拳 化为了一股飓风 狂压而下 好啊 机会来了 眼看如此惊人的攻击一下就到了头顶 下面的蓝尊者目中闪过一丝狂喜 突然袖子一倒 从中飞出了一个黑油油的法盘 并且一个闪动 化为了一团漆黑乌云 将其身形彻底遮蔽住了 扑扑两声巨响 两座山峰一落 乌云立刻化为点点灵光的一散而开 但是下面的蓝尊者却一下踪影全无了 不光如此 以此小山为中心 附近几座山峰各自一声轰鸣 突然都有一道乌黑光柱一喷而出 一闪之下 就化为了一杆杆粗弱水缸的巨大法旗 每一杆都足有水缸粗细 黑乎乎地直插云霞 仿佛晴天俱住 以这几座山峰为阵眼 一个树里大小的魔阵 轰隆隆地从地下浮现 天空未知色变 虚空未知颤动 一股股乌黑魔气 更是从各处阵眼匡卷而出 魔阵 寒历所化的巨猿 只觉得四周黑色符纹闪现 空气位置一紧 身躯一下停滞在半空 无法动弹了 接着黑色符纹滴溜溜一转 砰砰地接连暴力而开 化为一团团黑色光丝 这些光丝狂闪之后一鸣 竟然化为了一根根黑色链条 互相一让 瞬间就将巨猿把了个结结实实 与此同时 下方的黑色魔气一阵轰隆隆地翻滚 化为了一根根的巨大畜首 也直奔巨猿狂卷而来 巨猿目中蓝芒一阵流传 竟未露出丝毫的巨异 只是口中漠然嘀吼了一声 虎身毛发就一下笔直地倒数而起 同时身躯也狂涨巨大起来 那一根根黑色链条一阵狂颤 随后紧绷 并且传出了嗡鸣之声 嘎嘣一阵乱响 脸条寸寸碎裂 巨猿面上明色一现 双臂随之一下粗大的数圈 并且高举而起 身上毛发 一下化为了无数金芒 爆射而出 嗤嗤之声打起 金芒闪过之处 虚空中一圈圈地波动荡漾而起 一层无形尽致 硬生生地为之破碎而开 接着单手再虚空一抓 一根银色锯齿凭空浮现 往四周毫不客气地狠狠一扫 扫出一道银色光柱 所过之处 那些魔器所化的触手 纷纷一盏两节地跌落而下 这人族比我料想得更难对付 蓝纹魔族在另一座山头上 无声地浮现 目睹巨猿大展神威的一幕 神色不禁为之一沉 但又冷哼一声 忽然袖袍一抖 一只乌黑发亮的葫芦 就从中一飞而出 一个倒转 葫芦口默然打开 从中射出树道绿光 没入附近魔器中 不见了踪影 此魔力之手一翻转 那个乌黑阵盘再次浮现 一张口 一团惊血一盘而出 化为一团血雾的 没入其中 下一刻 那些原本被斩断的巨大触手 一个剧烈晃动 就纷纷连结如初 并且再次气势汹汹地一举而来 只是这一次 触手尚未触到巨猿身前 就突然间鸣声大起 有树饼古叉 从中击射而出 这些古叉每一柄不够持血来尝 却是尖头处绿油油的一片 传来腥臭之气 显然是剧毒无比 巨猿一剑刺颈大敌动 双手握拳猛然一拍自己的胸膛 一声晴天霹雳 一道道金丝 从其体内一窗而出 一个闪动化为一根根的金色电弧 较之成网 将巨猿庞大的身躯一照而下 雷鸣之声 一下连绵不绝起来 那极柄古叉一个闪动地 击在金色电弧之上 一个颤抖之下 不仅为之一顿 趁此机会 巨猿漠然仰手 发出威风凛凛的一声大喝 鸿鸣之声一下惊天动地 金色电弧一辆化为 碗口粗细地往四周狂扫而去 那极柄古叉 同时又被十几道粗大电弧击中 就此化为一股股清烟地回去了 至于那些巨大触手 在一接触碗口粗细的金壶的瞬间 就化为一团团雾气 被扫荡一空了 远处的蓝纹魔族见此情形 显示位置一呆 但是马上也就恍然大悟地 尸声叫了出来 这是辟邪神雷 竟由此雷护身 这位蓝尊者是又惊又怒 声音大有气急败坏之所 我这鸡柄古叉看似不起眼 实际上却是连普通魔尊 都颇为忌惮的器物 世间能可他的东西并不多 偏偏辟邪神雷正是其中之一 怎么今日就碰上了 韩力索化巨猿一声狂笑 两手一握拳 冲着此魔所在的小山 狠狠击出 一阵空间波动 一只魔许大小的金色拳头一闪的 出现在小山上空 并且狠狠地一击而下 蓝尊者脸色一变 二话不说的单手一拍另一只手震盘 哭的一声 一股魔气从其站立处一帽而出 将其身形一下淹没了 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 冲着金拳毫不客气地 砸在了蓝文魔族站立之处 整座小山一阵剧烈颤抖 一声轰鸣之后 就怕被无数碎石倒塌崩溃 附近的另一座山头上 一股魔气凭空一冒 蓝文魔族一闪地现身而出 他飞快回首望了一眼 远处小山的崩溃情形 脸色是越发的难看 可恶 这时 金毛巨猿却是动作不停 两手虚空一抓 青黑两座山峰一下诡异地再次浮现 并且毫不犹豫 冲另外两座山峰狠狠地引头 又两下轰隆身后 那两座小山同样地崩溃消失 这时 魔阵下方的魔气 一下淡磨了几分 竟有些稀疏起来 你想破阵 做梦去吧 蓝尊绝不会放你离去的 蓝尊者目睹此景两眼瞳孔一缩 脸上突然浮现凶狠之色 话音刚落 他突然一咬牙一手掐绝 一手袖子猛然一抖 十几颗血红丹丸一飞而出 附近跟起一个翻轨 十三具白森森的骸骨 一下诡异地闪现 张口就将血丸吞下 然后双目黑焰闪动地围着蓝尊者 黄无起来 而蓝尊者自己 也一手猛然一拍自己的天灵盖 身躯血光一闪 身上的血肉竟然一块块地掉落而下 顷刻的功夫 一举同样可怖的白森森骨架 就一下出现在了十三具骸骨的中间 这是 只见此骨架出了一对闪动紫芒的眼珠外 身上再无一丝血肉 四肢狂舞之下 口中传出了低沉的咒语之声 凄厉坚明 让人闻之不禁毛骨悚然 突然 四周的其他十三具骸骨 也同时仰手发出坚明叫声 一扑之下 竟然化为了一股股黑气的 一下没入中间的骨架 刹那之间 骨架体型疯狂巨大 同时每一寸骸骨都光芒流转 开始诡异地变形 只听到一阵暴雷般的闷响 骨架一下化为了七八十丈之巨 浑身黑色魔艳缭绕 仿佛天外魔神将士 这骨骸中间镶嵌的 是十三颗小骷髅头 是那十三具骨骸变换而成的模样 巨大骸骨羊手一声长啸 背后又一阵嘎嘣地 传出五个暴下 幻化出二十六条不同的白森骨臂来 每条手臂的大手 均握着刀剑抚跃等不同的骨质兵刃 略以挥动魔风阵阵 黑夜翻滚 声势 好天 多人有声巨 第1618集 看来合体后的巨大骸骨 正是十三子母真魔的母魔 这位蓝尊者以自己躯体当作颅顶 击炼成了母魔之体 这样做虽然可以让自身修为大掌 凭空多出诸多魔功神通 更无虑子魔反噬的危险 但是作为代价 化身母魔的他自身一旦受创过重 自然也有神志受到魔性污染 永生化为母魔的奇险 合体变成了母魔 蓝尊者脑中也一下被杀戮之气充斥着 原本对韩丽的畏惧之心荡然无存 口中发出咯咯的怪笑声后 冲着远处巨员就猛然一张口 喷出一股魔疯 此魔疯呼啸之下 冰寒刺灰蒙蒙地扑天盖地而来 接着母魔一摇硕大头颅身躯一晃 就一下没入那魔蜂之中 不见了踪影 而此时 金毛巨员手中山峰狠狠地接连投出 就已经将附近山峰大都砸得粉碎 眼看只剩下刚才母魔站立的山头后 这才目光一转地望了过去 正好看见魔蜂滚滚而来 巨员大嘴一脸二话不说 猛然将两座山峰往身前抛去 轰隆隆两声巨响 竟被两座极山一下稳稳地挡在身前 并且光芒流转地狂涨起来 转眼之间就化为了千余杖之高 和一般山峰再无不同了 魔蜂一卷 毫不客气地击到了两座极山之上 阵阵寒气一散而开 山峰一面山壁瞬间变得晶莹剔透 一下升出了一层层的厚冰 巨员一舵足呼的一声 庞大身躯跳到了一座山峰的顶部 双目蓝芒闪动 往对面魔蜂仔细地探查而去 就是那里 下一刻 此云忽然口中一声怒吼 两手闪电般地冲对面狂击而去 无数金色全影幻化而出 往魔蜂中某一点处爆射 是个个的怪笑 魔蜂中同样幻化出无数巨大的刃盲 光芒狂闪之下 无数血色符纹在刃盲中若隐若现 竟将看似肩不可摧的金色全影纷纷一切而开 随之 任盲没有丝毫停留 直奔巨猿本身狂战而来 禁谋巨猿见此情形 目中蓝芒流传越发的刺目 忽然单手一招 破空声咒响 十三朵巨大的金花击射而至 第六六的一传 莫然化为了一只只的紫纹甲虫 这十三只虫王候选灵虫 在魔阵中被禁止捆输了这么久 如今终于脱困了 这些灵虫几乎根本不用韩力催动 立刻提表紫纹一亮 体型骤然间狂掌 化为了树杖般的争鸣巨大 并在巨猿面前一晃 顿时幻化出无数的虚影 巨猿面前一下仿佛浮现出无数紫色盾牌 那些人盲纵然诡异犀利 但在这些甲虫身上 却只能发出一声闷响的 纷纷溃散消失 就在这时 韩力所化巨猿的头顶处 突然凭空浮现一个巨大的漩涡 接着一个巨大的黑影凭空落下 而先于这些黑影的 赫然是26口巨大骨刃挥洞 带来的一阵阵黑色火海 巨猿对此似乎早有预料 并未露出金黄之色 身心一口气后身上黑气一阵翻滚 一件黑油油的战甲从体内浮现而出 表面黑猛闪动 无数黑色符纹狂涌而出 将其彻底护在了其中 接着两手猛然一搓再从空中一分 无数道巨大金狐弹射 化为了一张巨大雷网的 影响了魔海 轰隆隆一声 黑色魔艳和金色电弧一接触 竟然好像互相克制地 一下熄灭了大半 但是那些巨大古刃却是毫不迟疑 冲剧猿头颅狠狠一批 巨猿突然脸线一声凝笑 背后金光一放 一个三头六臂的金色虚影 一下浮现而出 六条手臂齐灰 各有一团金光脱手射出 六团金光一闪 就忽然在巨猿上空会合 并且一声嗡鸣地 化为了一个无许大小的金色漩涡 动玄金光 在惹眼金光掩护之下 另有一道淡淡烈影 也从巨猿背上一闪地射出 握住附近魔器中不见了踪影 这时 那动玄金光疯狂的旋转之下 一片片金色波浪 从中一尺而出 那二十六口巨刃一闪之下 就全斩到了这些金浪之上 金色波纹只是一个反卷 就将这些巨刃全都包裹住 然后巨猿背后的三头六臂虚影 一声低含 一股庞然犀利 顿时从这些金波中浮现而出 那些巨刃在此力量作用下 一阵剧烈颤抖 借着怪名之下 纷纷脱手射出 被金浪彻底地包裹了进去 寒厉所化巨猿微微一呆 这么容易啊 下一刻 那头母魔颤颤悠悠的怪笑声出口 一只魔壁 猛然冲那二十六口骨刃轻轻的一点 那些眼看就要被吸入金色漩涡中的巨刃 猛然间一颤地汇聚在一起 并且爆发出刺目的灰芒 刹那功夫 一朵巨大鼓帘就一下浮现而出 通体都是白森森的骨片构筑而成 每一朵帘上 更有密密麻麻的符纹浮现而出 散发出妖异的灰芒 巨大鼓帘只是滴溜溜的一转 就狂风暴雨般地 废除无数光刃 竟将四周金色波浪一破而开 然后直奔金色漩涡中狂射而去 想破此弓 没那么简单 金色虚影的三颗头颅念念有词 同时六条手臂更是打出一连串的法掘 飞也似的没入漩涡中 金色漩涡中一下嗡鸣声大起 中心处涌出的金色波浪自然越发惊人 一时竟和古莲放出的灰色光刃相持不下 母摸一见自己的攻击没有见攻 双目紫膀位置一掌 似乎变得暴躁起来 二十六条手臂猛然往自己身躯上一抓 竟各自抽出一根粗大的骨头 迎风一化 竟又化为了二十六口骨刃 接着身形一动 就再次冲剧员一冲而下 目睹刺警 叛力所化剧员猛然双臂一锤胸膛 一张口竟喷出了一道金色光柱 同时双拳再次狂倒而出 接着身形一纵地直接迎向了母摸 直接和古摸肉搏站到了一起 我身上的魔甲防御惊人 不会吃亏的 就在这时 十三只紫纹甲虫翁鸣一起也往巨大骨骸直撲而去 母摸一声低吼 胸扛处的骷髅头明色一现 竟也从母体上纷纷地脱离飞出 很逼忙地迎向了十三只甲虫 这些骷髅头虽然无法系上紫纹甲虫 但应该也能纠缠它们一会儿呢 就在此时 那道留在原地的金色虚影 突然口中咒语声一脸 并停止了手中法掘 通体金光大放 身躯竟一下化为了金灿灿的金身实体 从金身中间头颅上冒出的一股黑气 显出了一个数寸高的乌黑猿鹰 此猿鹰面目和寒厉一般无二 双手捧着一口紫色短刃 目露寒光 望了望高空中的母摸一眼 就冷哼一声地身躯一晃 再次没入头颅天灵盖中 不见了踪影 下一刻 紧身三颗头颅一动 六只眼珠中同时有金芒闪动 一条手臂一翻转 那并原先被黑色猿鹰捧着的紫色断刃 就一闪地浮现而出 尺寸也自然大了十倍以上 三颗头颅一摇 咒语声再次连绵出口 其余五条手臂一捂之下 一片片的金色符纹从手掌中挥洒而下 那口紫色残忍一闪 从此刃上一圈圈的泛起五色霞光 几乎同一时间 以天地法则之力 一下充斥了整个虚空 不好 在此法则之力的影响下 附近唯一剩下的小山竟然轰隆一声 寸寸碎裂 化为了一堆尘土 四散而开 整座魔阵仿佛狂风扫过一般的崩溃瓦解 在法阵之力的强横影响下 遍布数十里的魔器 一下开始迅速稀释起来 虚空中浮现出密密麻麻的五色光点 潮水般地往紫色断刃上狂拥而去 五色光霞一阵流转之下 紫色断刃残缺的部分 就一下凭空修补完全了 紫刃一阵嗡鸣 法则之力的波动一下更加强烈了几分 那些还未来得及涌入其中的五色光点 在颤抖之中 开始纷纷化为了五色符纹 金身面上闪过冷笑之色 忽然将紫刃微微一抖 就一下对准了空中的母魔 同时 体表五色光霞王紫刃贯注的速度 更是一下加快了背剧 握着紫色断刃的手臂 因为如此多五色霞光通过 竟一下化为了琉璃之色 顿时 一股足以开天辟地的恐怖气息 从紫刃上冲天而起 随着天秘元气所化的五色光点的涌入 还在以惊人的速度狂张不停 正和韩丽本体所化的巨猿 激斗不移的母魔 已感应到此恐怖的气息 不仅一个机灵 原本被母魔主导的魔性 一下消退了多半 重新恢复了蓝纹尊者本身的理智 不好 快走 几乎没有丝毫考虑 巨大海骨将手中二十六口骨刃同时抛出 然后一点 所有骨刃一鸣 就化为一口数十丈长的猙獰怪刃 猛人一扎而去 而骨骸自身磨焰一个翻滚 骤然间转身地向高空击舍而走 一个闪动就行动如风地到了百余帐外 但就在此时 骨骸附近波动一起 一只绿色大手闪电般的一探而出 出其不意地抓住了此魔的尖头 魔魔大吃一惊 但是马上目中凶光一闪 一张口 一股魔焰 狂喷而出 绿色大手汹汹燃烧而起 在魔眼中焦糊一片 但是五指仍然没有丝毫松手之意 绿音音之光狂闪几下 大手竟然一下恢复如初 并且五指力量反而一下更大了几分 糟了 魔魔这才真有些惊慌起来 几条手臂同时一挥 把围着十几口骨刃从绿色大手一斩 咔嚓之声接连不绝 所有骨刃竟然都只陷入大手持续 就再也无法伸入进去了 这只绿色大手竟然也坚硬 人生普通宝库 魔魔是又惊又怒 口中一声大吼 突然身形一模糊 组成身躯的骨架竟然瞬间分裂散开 花为无数块骨片 那青色大手虽然五指还仅仅扣着其中七八片骨片 其他骨片却是漫天飞舞的 在树杖外再次一聚 重新恢复了骨骸之体 缺少了几块骨片 竟然仿佛对母魔之体没有丝毫影响 就此磨片片刻的耽搁 下方韩利第二元英操纵的范圣金身 已经施法完毕了 手中紫刃表面金色符纹一线 猛然将手中之物一抖 冲母魔所在方向一展而出 以强烈的法则之力 瞬间从刃上击射而出 划为一道黑蒙蒙的巨浪滚轰而去 一个闪动之下 诡异地到了母魔身前 并且迎头照下 这可怎么好 母魔是大惊失色 提表磨验一下高涨数倍 一卷地迎向了黑色巨浪 同时浑身骨骼传来一阵暴响 从身躯中冒出数百口骨刃 夹杂在魔艳中击射而出 诡异的一幕出现 无论是看似气势汹汹的魔艳 还是密密麻麻的巨大骨刃 和黑色巨浪接触的瞬间 就被卷得灰飞烟灭 甚至未能发出一丝声响 完了 母魔本人大害 顿光一起想要击射而逃 但是四周虚空却被法则之力照下 提表灵光一鸣根本无法离开远处 黑色巨浪一压 母魔的庞大身躯就淹没进了其中 并且瞬间消融瓦解 彻底地从世间消失的 无影无踪了 和与金色漩涡僵持的巨大古连 在母魔一灭的瞬间 也同时化为了一股股黑烟不见了 下一刻 庞大的法则之力一个颤动 从虚空中一下溃散消失 随之 黑色巨浪也同样一闪的无影无踪了 仿佛从未在虚空中出现过一般 而灰洞紫色断刃的范圣金身 此刻提表金光一下暗淡了许多 简然刚才一展也让其损耗不少 这时 附近虚空绿影一闪 另外一名欺负碧绿的韩丽 就从容地浮现而出 我的这句先知灵区域 用神秘灵液不停地灌注了数百年 已经进入了合体初期大成的阶段 在娶儿的操纵下 虽然只能发挥出部分的威能 但也足以成为我的一大必处 这才能在我的神念吩咐下 略微缠重地磨磨 让金身用玄天残忍一击而灭杀掉 否则以着母魔的一身诡异神通 还真不是我短时间内可以击杀的 金身和灵区一剑击杀了母魔 不再迟疑 身形一动就化为了金光和绿影 没入了巨园身躯 一闪得不见了踪影 而金毛巨园提表金光一闪 身形迅速缩小下来 片刻之间就恢复了人形 露出了韩丽的本来面目 韩丽此刻长吐了一口气 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 就在这时 忽然另一方向上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大地都为之剧烈一颤 同时数目惊人的气息 从同一方向处一下冲平而起 给人一种极其邪恶阴寒的感觉 怎么回事 韩丽脸色一沉目光一闪 马上转头扫笑了另一边的战团 只见原先那一层困住秃头魔族 和四肢天鬼的巨大经兆 和然已经寸寸碎裂了 秃头魔族和四肢天鬼 已经化为了一股阴风从中击射而出 几个闪动之下就纷纷悬浮在半空中 重新显出了原形 四头天鬼倒还罢了 除了满脸的残暴之色 并不能看出什么来 秃头魔族一脱窟而出 目光向韩丽这边一扫后 发现原先精心布置的魔阵 竟然荡然无存 并且蓝尊者气息也消失之后 脸色就一下变得难看起来 来看向韩丽的目光 充满了惊疑不定 我对蓝尊者修炼的子母真魔 也知道一二 子母真魔未能全开的话 神通之大 甚至还在我从天鬼门照来的 四肢天鬼之上 从我被困到脱困 也不过片刻功夫 在此期间 蓝尊者动用了子母真魔的情况下 也被韩丽灭杀了 实在让人有些难以置信 原本一直催动美女银色头颅的 荧光仙子 在经兆破裂的瞬间 也终于不知地弹口一张 喷出了树团鲜血 脸色变得如同白纸般苍白 显然此女为了困住这秃头魔族 也花费了莫大代价 让元气损失得更加厉害 韩丽目光在秃头魔族身上一扫 嘴角抽出了一下 露出了冷力之色 还未等她采取任何行动 远处秃头魔族却突然单手一掐掘 提表黑光大放 嗖的一声 竟一下化为了十余丈长的乌弘 破空而走了 那四头天鬼被黑色光霞一卷 同样被乌弘裹挟到了顿光之中 至于那件天鬼门 秃头魔族顿走的同时 就一闪的淡化不见 仿佛只是虚影一般 怎么逃得倒快 韩丽双目一眯 冷亨一声 袖子一抖 单手一掐掘 翁鸣声一起 十三只紫纹 是金虫翅膀一震 就化为了一只十三团的紫光 起坠而去 同时韩丽自己背后雷鸣声一起 一对晶莹与翅随之浮现 接着一个翻滚 就在上百道粗大电弧缭绕之中 再次化为了四尺的银色巨棚 四尺同时一扇 巨棚就在轰鸣声中 化为电光地在原地消失了 转眼之间 韩丽所化巨棚和乌弘 就一前一后地狂追而去 并在天边尽头处 踪影全无 银光仙子目睹巨棚明显 比乌弘要快上一分的一幕后 长吐了一口气 神色为之一松 以我现在的情况 就算追上逃走的魔族 也根本无法帮上什么忙 不如在原地等等韩兄吧 银光仙子飞快地 从储物灼中取出一个玉瓶 一口气倒出七八颗丹药服下 脸上立刻浮现出了 一丝不太正常的烟红 但精神也略为之一阵 随后银光仙子目光一转 不仅望向了刚才的魔阵处 并在几座化为碎石堆的 小山残骸上一扫 玉瓶不仅有一丝溢色闪过 此女眸光一阵闪动 竟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 半个时辰后 天边处破空声一响 一道青红鸡舍而来 几个闪动之下就骤然间到了银光仙子的头顶 顿光一脸 韩丽面无表情地浮现而出 一条手臂一动 漠然将一样圆乎乎的东西 从空中咕噜噜地抛下 正好砸在了银光仙子的身前 这是 此东西一股血腥之气 赫然是一只天鬼 争鸣异常的硕大头颅 头颅的面孔上 虽然仍能看出天鬼原先的 残暴凶虐的表情 但是圆征的双目中 赫然又残留着一丝骇然之色 仿佛这只天鬼 头颅被斩的那一刻 看到了什么难以置信的东西 让其大有死不明目的模样 韩凶 那名逃走的魔族 仙子放心 那人和其余三只天鬼 都已经被我斩杀了 韩丽嘴角一脸地露出一丝笑意 袖袍豁然一抖 一团黑光从中一飞而出 里面包裹着一扇数寸大的青色小门 赫然正是秃头魔族先前放出的 修魔天鬼门 如今的此鬼门迷你玲珑 光芒异常暗淡 似乎也有些受损的模样 太好了 此魔一除 我等行踪再无遗漏的可能 这一次竟能全歼三密魔族尊者 可权杖含兄的惊人神通了 要不是玲珑那丫头 当年给我提及过韩道友的事情 妾身还真不敢相信 阁下从修道至今 竟然不过区区两千多年 在下也不过侥幸而已 修炼的功法 恰好对魔族阴鬼的大半功法 都有些克制作用 若真是同其他同阶道友相比 并不一定能强上多少 倒是仙子当初答应过我的事情 可千万别忘了 这个韩兄放心 妾身既然当初答应道友 自然是有些把握 我和玲珑出身同族 替道友传个消息 还不是一件太难之事 只是现在玲珑跟在孝傲前辈身边 一时还无法取得联系 那韩某就多谢仙子了 以后阴光道友 若有事情需要韩某出力 在下自会尽一份心力 这只是举手之劳 韩兄无需太过客气 韩兄神通之大远超我的想象 和合体后期修士相比 也毫不逊色 能让这么一位大神通修士 城下人情 对我以后的修炼之徒 自然大有逼注 二者略微在商量了几句后 当即就分别施法 将附近打斗的痕迹 全部抹去 然后再次顿光一起 继续向以天成方向 及时而走了 韩力化为一道淡淡青红 不紧不慢地在空中飞顿着 看似完全从刚才的争斗中 恢复了平静 但是在其一只袖口中 五指却在一只乳白色的 木盒上轻轻抚摸着 他目中深处 时不时地闪过了一丝 若有所思的表情 第1620集 这只木盒 是我从秃头魔族身上 得到的战利品之一 令人好奇的是 无论用神念还是灵木 都无法侵入此盒 这木盒中明显被下了一种 极为厉害的禁止 以我的神通和阵法造诣 都无法轻易地破解 韩力手指在木盒表面 抚摸而过 能够明显地感到 和尚传来的嘶嘶热议 不过一盏叉的功夫后 木盒的温度骤然极降 竟一下变得异常冰凉 显得极为神秘 韩力心中有些讶然 对木盒中禁致的东西 越发地有些感兴趣了 现在还在赶路途中 自然也不是认真研究 墨盒上禁止的时候 只能等到一天成再说了 韩力心中如此思量着 五指突然各有一滴血珠 一弹而出 一闪急事下 就化为了数个血色符纹 抹入了墨盒之上 小心起见 还是先动用禁止之术 在墨盒表面 再布下一层禁止为好 不好禁止后 韩力袖中清光一闪 白色木盒就一下不见 被收进了出雾桌中 然后就全心地驾驭起顿光来 以他和银光现在二人的修为 片刻功夫间就飞出了百万里去 最终便再无任何踪影了 而几乎同一时间 远在不知多少万里外的 一座新修建起的魔城中 一座高约数千丈的三角巨塔中的 殿堂内突然响起了一声大吼 紧接着怒急地从中传出了一声 冰寒刺骨的话语 怎么回事 三名魔尊运送一件东西 竟然还能出意外 他们三个废物 莫非真想被丢入化魔池中不成 说话之人是坐在殿堂中间主位上的 一名身穿血袍的清秀少年 面容上满是惊怒之极的表情 赫然正是那位血光圣祖 降临此界的那具化身 此化身虽然只有合体后期大成的修为 但是暴怒之下 背后骤然浮现出一个 十余丈高的巨大魔影 这魔影通体血红 头生大小十几个怪角 同时身上有数条若有若无的 粗大触手 恍无不停 仅仿若一只巨型章鱼一般 而从这魔影身上 散发出的恐怖气息 更仿若实事之物 将整座殿堂四壁 都挤挤压压地嘎嘎乱响 随时都会倒塌一般 殿堂中站立的一杆黑甲卫士 在这股气息面前 纷纷脸色大变得半跪在地 低手不敢望向血光圣祖分毫 只有两名高尖魔族 在离血光圣祖不远之处 仍然笔直站立着 但见这位圣祖如此模样 也不禁面面相去起来 血光大人 不知出了何事 让你如此地愤怒 其中一名身穿银丝宽袍的男子 哑然问道 血光圣祖脸上怒涩很快消失 但是仍然是一场阴沉 我让三名手下带着一件万分重要职务出去办事 结果本圣祖留在那东西上的一缕神念 竟然被人用秘术隔绝了 看来那三个家伙肯定出了事情 否则万不会出现此种情况 竟有此事 按理说不太可能吧 三名魔尊同行 即使是面对人族合体后期大成的修士 也足以自保 至于人族的大成修士 在千年前深入圣界 被几位圣祖大人联手击伤后 应该不会在此时出头的 另外一名身穿粉衣 双目似水的中年美妇 也有些惊疑的样子 三人同时陨落 的确有些不可思议 但若是被人事先知道消息 抢走宝物的话 倒也不是不可能 而本圣祖刚才用秘术试着联系他们 并无任何回应 来人 去给我查一下 神魂殿中可有魔尊级的魂伙 被我吸灭了 血光圣祖脸色阴晴不定地点了点头 忽然又大声地吩咐他 是 圣祖大人 附近的一名黑甲卫士 立刻恭恭敬敬地答应一声 然后无声地退出了殿外 血光圣祖见此 将身躯往椅子后背上一靠 双目微眯的就不再言语了 旁边的一对男女魔族 自然知道这位圣祖大人心情不好 也不敢在此时轻易地开口 整间大殿一下变得无声无息起来 族族一盏茶功夫的诡异寂静后 黑甲卫士身影一闪地 再次出现在了大殿门口 并且匆匆走了进来 这名魔族卫士半跪在地 有些惊慌地回道 昏禀圣祖 神魂殿中有三名魔尊大人的魂伙 前后熄灭掉了 三个 血光圣祖眯着的眼睛一下圆睁 放出惊人的刺芒来 同时传来嘎嘣一声闷响 其一只手掌抓着的椅子把手 瞬间粉碎成灰 是 圣祖大人 根据负责魂殿的大人亲自验证 熄灭魂火的 正是前夕天一起外出的蓝尊者等三位大人 血光圣祖闻听此言 脸色一片铁青 旁边的银丝宽袍男子 和终年美妇目睹此景 不仅互望了一眼 心中同样的大为骇人 不过二者自然也看得出来 这位血光圣祖大人 说是为三名魔尊陨落而惊怒 倒不如说 是为了他们弄丢的东西 而暴怒异常 这让两名高阶魔尊对那东西 有了各种各样的猜测 你二人马上带着一对血光精卫出发 找到这三人陨落之处 纵使真是大成修士出手 也不可能没有留下一丝争斗痕迹的 你们将那里每一寸土地 都给我里里外外地仔细搜寻一遍 一定要查清楚是人族何人出的手 以及这些人族修士的下落 你们二人只需专心负责此事 亦有消息 马上传信通知我 血光圣祖思量了好一会儿 终于下定决心般的一声吩咐 是 这一对高阶男女魔族立即一公身的领命 半个时长后 一股血云滚滚地从巨塌某层飞出 里面隐隐可见身着精英血甲的争鸣魔族 足有百余人之多 顷刻之间就飞出魔城 不见了踪影 一个多月后 一座依山靠湖而建的巨大人族城市附近 两道顿光隐匿之极地从天边积涉而来 几个闪动后 漠然落在了附近的一座无名山头上 这两道人影 一个银山飘动 一个一身青袍 正是不辞亿万里路 终于赶到倚天城附近的寒历和荧光仙子 但是此刻 二人望向倚天城方向的目光却都是一宁 神情大为肃然 只见远方倚天城某一面城墙的旷野方向的虚空中 正悬浮着数以万计的黑色巨舟 而在这些战舟之间 则是密密麻麻 到处都是骑着各种大小魔兽的争鸣骑士 这些魔兽纷纷足生黑云 身披兽甲 明显是大异于那些普通魔兽 这是万象魔旗 传闻果然不假 魔族攻打我们天渊城的虽然只是一些低阶魔兽 但是派出扫荡附近其他据点的 却是真正的精锐力量 这些魔族骑士 大都只有精丹原鹰左右修为 但是和身下魔兽经过一种魔族秘术共生后 发挥威能 却足可凭空暴增数倍 我们人族同等皆存在一旦遇上 绝对不敌 化神炼须存在 一旦被大量此魔旗围攻后 也只有落荒而逃的份 而且听说 这些魔族精锐 精通法阵联手之术 一旦布下万旗以上的魔族大阵 就算我等存在碰上 也要大赶头疼的 这里的万象魔旗 足有十万以上 怪不得倚天成 如此情急地向我们求救了 荧光仙子眸光闪动地说道 话语之中满是凝重之意 最难缠的 恐怕不是这些万象魔旗 而是那些家伙 韩丽嘴角抽搐一下 突然用手指 往一些黑色巨舟附近处一点 话有所指的说道 这些数量远逊于魔族骑士的魔族 虽然同样身披战甲 但是一个个下半身是瘦 上半身是人 并且同时生有三颗不同的头颅 和六条手臂 这些魔族中间头颅 和普通人族一般无二 或男或女 并且眉目清秀妖艳之极 但是另外两颗头颅 却均都异常争名 如同深渊恶鬼一般 六条手臂 也是各持不同兵刃 身上更是散发出 惊人之极的凶煞之气 并在背后 形成一个个散发灰光的虚影 仔细一看 竟是一头头张牙舞爪的巨兽法像 大的足有百丈之大 小的也有十丈之巨 这些怪异的魔族 各个都面无表情 目光冰冷 似乎没有丝毫的感情 加伦战魔 竟然是这些魔族疯子 虽然只有几千的样子 但倚天成恐怕真的麻烦大了 想来倚天成两大太上长老的陨落 恐怕和这些加伦战魔大有关系 加伦战魔的名气之大 我等早有耳闻 听说此战魔 即使在魔族诸多精锐力量中 也足以排进前五之列 若是那二位陨落道友 真是被此战魔纠缠住 再被其他魔族尊者偷袭围攻的话 还真是难以全身而退 但是 此战魔的真正实力如何 小妹倒还真想亲眼见上一见 先子想要见识一番的话 倒也不是什么难事 先子想要见识一番的话 倒也不是什么难事 韩丽忽然一笑 并从远处的魔族大军 略为一台下巴